台湾人爱吃 所以做餐饮好像很赚钱 但真的辛苦 像这个老板曾经经历过SARS 经历过金融海啸 做网路行销也失败过 到现在又面对疫情感触很多 但是他也学习到做餐饮真正的重点 芋头一定要用大甲来的饱满大个头 先切片再切成条 下锅油炸的时间也得算得精准 他会让它非常的松软刚好 他回家的时候 他只要客人在手上的时候 他就一煮一热 他就最刚好了 就不会烂掉 炸久了再和米粉汤一起下锅容易烂 炸不够又怕客人自己在家煮太久 菜夫还得帮消费者拿捏好 收到冷冻的芋头米粉锅后 自行加热的时间和程度 几年前他结束了餐厅 把家中厨房改装了锅炉 抽风静音等专业设备 把从前餐厅卖的拿手菜转为宅配 夫妻两人到中年 重新摸索曾经熟悉 却又陌生的新餐饮通路 喜欢下厨的蔡富海坚持要做餐饮 一如当初他败师学艺的决心 然后我就每天下午的时候三点的时候 就从我们家里就任新竹开车到市里夜市 大概三点左右就开始帮老板摆摊 摆完摊 开始热卖 还要叫卖 要学习叫卖 还要帮忙炒 尽管每天夜市的小吃摊 收摊都已经凌晨三点 蔡富海还是天天新竹台北往返 为了圆梦他离开了电梯工程师工作 这样就给你看到我的刀工 不断地切 做菜的基本功是在熙来攘往 求快求美味的夜市练出来的 学会了手艺 蔡富海回到新竹摆摊 夜市人生转眼十年存下了钱 蔡富海的心愿是 有个屋檐不再日晒雨淋 只是简单的想法说 很简单啊 搭个铁皮屋 弄一个装潢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做的时候 本身就没有什么把它为了 做成开放式的一个啤酒屋一样 都开始卖了 蔡富海至今记得 他的热炒啤酒屋 开幕在2003年的春天 结果开了不到一个月 SARS 碰到SARS 那时候想都没有想到 因为SARS的问题 我们是开放式的 就把客人全部引到我们家来爆满 我那个爆满的速度 是让我们整天从开店 我们下午我们去夜市 可能说是啤酒屋模式 是四点开幕 四点就满满的人了 开始就等着你炒了 炒到晚上12点都没有停过 没想到刚才你夜宝受SARS冲击 蔡富海因为没有太多转潢经费 只能半围起来的开放式啤酒屋 却天天爆满 最高纪录一天翻了100桌 限点限炒的啤酒屋 为了不让客人酒后 福奇良准备了小菜 能立刻奉上 一般我们选的白菜 就像这种超大颗的话 爽脆的大白菜 大颗的密度够口感好 切成两公分的厚度 便于撒盐杀青 等待走水 再拌进蒜头 辣椒 红萝卜 打成的酱汁 福奇良自制的小菜和热炒 都受欢迎 蔡富海也以为 神医会一直这样好下去 就到08年的时候 雷曼风暴 我惨就惨了 雷曼风暴的时候 大家拿消费键的那一个日子以后 我本来以为就没什么大不了 结果没想到 我杀死赚 让我那个过程我度过了 让我开店的时候 我有收入了 还不错 但是那个风暴 08年的时候 让我一落千丈 为了撑下去 蔡富海想到转型 把半开放式的用餐空间 改为半桌料理 他先研发了白昌米粉做主打 发现转型必须把菜色再升级 佛跳墙 樱花虾米糕 都是当时研发的新菜色 圆糯米泡过一夜再蒸 香菇 虾米 肉丝爆炒后 含糯米拌匀灼色 再铺上樱花虾 因为第一个樱花虾本身就贵 那我那量也不会说手软 满满的樱花虾 让人家试着 哇靠 怎么那么多樱花虾 哇 不会是假的吧 我都真的 从东港来的正樱花虾 从啤酒屋转型半桌后 夫妻俩拼着 把餐厅的生意给救了回来 但或许是命运试炼 每一次做出好成绩 就会出现另一个难关 等着蔡富海 结果呢 房东说要把租业到齐了 他要收回去 那我想说 哇 那怎么办 要收回去了 那时候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那时候没有准备说 怎么样去走下一条路 那这个过程中只是想说 我要收回去 再开一家店好了 考验总是来得措手不及 夫妻俩没有心理准备 边收拾屋子归还房东 一边想着要再开新餐厅 还是试试当时正热络的网路购物 那做网路的时候 其实也是蛮笑话的 因为我们抱着梦想 结果说 网路应该一做 听说很好做 我们就回来做了 就千千万万没想到 根本就卖不出去东西 你的东西那么好吃 很有名 做出口碑很好 但是餐厅 但在网路上没有人要 本来以为有了网站 订单就会上门 后来发现 没了实体店面 又不守网路行销 东西根本卖不出去 太太拉着菜肤还出门摆摊 打知名度 我跑了很多的公司 农会 只要有展示会的地方 我们都去做办示示会 那示示的过程中 客人都说 东西好好吃 还有一些 等于说 一些专门买卖团过组也好 他们说 好吃啊 我说 好吃 帮我推啊 他说 不好意思 你的产品 你没有名气 那时候当下我跟我老婆 两个人就要掉下来 因为接受不到人家的肯定 从前的好生意 得过百大餐厅的光环都没了 还好太太张玉瑶一直陪着她 每天傍晚 夫妻俩都会在住家附近走走 转换心情 也想想未来 反正工作再忙 我们尽量在太阳还没下山之前 会去运动 这样子 对 因为运动跟工作是不一样的情况 不然你又 都被我拖去跑马拉 夫妻俩的餐饮路 也是一条不愿半途而废的马拉松 为了把东西卖出去 张宇瑶去学网路行销 到处找通路 终于等到一通邀约点话 开始去排上节目的时候 等它播出了那个时候 我没有想到那个订单是非常非常 我老婆跟我讲说 你还跑出去 今天接了150个订单 我说150个 那怎么办 我们两个手伸两个手怎么做 她说没办法 就爆红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叫做爆红 订单用飞过来的 一直飞过来 第一天100 第二天100 第三天100 每天100的订单进来 让他们爆红的是蔡富海熟悉的客家口味 芋头米粉锅 用大甲芋头和香菇 虾米 芹菜 蒜苗 葱花和五花肉丝爆香 有了前两次爆起爆落的经历 夫妻良这次更谨慎了 及早规划 了解市场 这网络爆红的时候 当然它是一个阶段性的 就上去以后并没有说 让我们马上说 爆红一直红吗 不可能 所以我就想说 又慢慢慢慢又回到平点 又回到平点 那时候我想说 这个行销只靠这样子吗 那我们就再采取了各方面的方式 包括FBI 到我老婆也在去寻找更多的平台 然后再走到的是什么 更务实的方式说 除了把盘品做好以后 就把顾客抓好 把顾客的互动保持得更好 从客户互动中 发现消费者背景 蔡富海才能更完善他的制程 因为我们把高汤先煮好 因为家庭里面的话 他不会弄这高汤 那我们为了体切他们 我把高汤先煉好 一包一包装好来 芋头呢 就当然我们就是 大甲的最好的芋头 香菇是新色的香菇 那这样子把它组合以后 整个包装起来以后 那拿到你手上的时候呢 它很简单 只要把它打开了 煮开了以后 把所有料丢下去 最后一开的时候呢 就把米粉丢下去 就这么简单 煮出来以后呢 就像跟现场煮了一模一样 明确定位出 大方用好食材 让消费者方便在家 自行加热 终于帮蔡富海找到了一条新的路 因为碰到每一次的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我心里都在想说 我们把坚持我们的产品把它做好 因为只有不断地坚持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被主流塔淘汰 因为有一天我一定会被人家发现 让人家认证了我们的产品 在前两次餐厅生意的起落中 蔡富海没放弃 她选择投入的餐饮工作 她用坚持 等待被市场发现和认同